房铁的事大家有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964年出生的一个人叫龚爱爱 陕西榆林市人大代表 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 2010年陕西省三八红旗手称号 2011年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结果2013年1月17号 互联网上铺天盖地出现了曝光 房铁龚爱爱的帖子 帖子称公爱爱在北京有20多套房 折合人民币近10亿元 同时拥有多个身份证多个户口本 这个案子曝光后产生极大社会影响 北京警方受上级指命立案调查 据查最后公爱爱在北京拥有41套房 共计9666.6平米 媒体同时曝光公爱爱不同户口下 不同户口下还有11套房 此外在陕西当地著名的 比如说神木有名的五州大酒店 天都大酒店等十余家酒店 公爱爱都有自己的股份 有人知道这个事吗 2013年10月公爱因为伪造 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因为他有多个户口本 多个身份证 后表现良好 公爱爱在2016年2月3号出狱 这个事有啥可讲的 很简单呀 有的讲啊 因为公爱死人长相一般 甚至可以说有点丑 学历不高 家庭背景一般 怎么就拥有如此巨额财富的呀 因为这个人是陕西神木当地 大家公认的大量贪腐官员 洗钱的公用挡箭牌 大量官员的老婆跟公爱本人 关系都极好面上的 所以官员把贪腐的钱 由老婆都放在当时任银行 副行长的公爱的个人名下 用公爱帮助这些人进行房产投资 购买有价证券等等 产生收益后双方分账 所以北京警方实际上在公爱案件中 查明公爱名下的私产 将近40亿元人民币 但是由于公爱不是国家公务员 且此人对这些财产来历拒不交代 所以又不能够接受 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的管辖 由此其财产的问题只能被放置 搁置 最终公爱因为伪造买卖国家机构证券罪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而所有资产跟资金都归还给了公爱本人 讲到这儿有人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还不明白 再说一遍 关键点值得讲 就是举报公爱的就是他本人 公爱本人有一个很厉害的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好朋友 跟公爱共同策划实施了这个项目 公爱花钱找人在网上曝光自己 引发社会舆论 引发警方关注 最终资产被警方追查 当时所有神部官员因为公爱被北京警方抓了 怕祸及自身 所以所有的人采取都与公爱隔离 因为一旦查明公爱资产中有自己的部分 就会涉及贪腐自己要被抓 于是所有人都脱关系 找公爱希望他一定守口如瓶 资产就是他的 不是任何人的 绝不能交代 这样子呢 由于公爱本身不是国家公务员 最终只能以伪造买卖国家机构罪起诉 做了两年多监狱 出来以后换来了四十多亿 当时已经将近五十亿了 因为他入狱期间这些资产很多涨价了 获来了将近五十亿资产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这就是这个事值得讲的 因为如果公爱直接把这些钱摊掉 在神部当地 任何人都能够做掉公爱 但是如果这么举报自己事情闹大了 公爱被抓 而且是北京警方被抓 所有官员都怕沾上自己 还得托人求公爱 把跟自己之间财产的关系都给撇干净 自己也等于要撇干净 这样就等于把这笔财产送给了公爱 这些人并不知道公爱是因为什么罪名被抓的 但是知道他被北京警方抓了 没有人会舍命不舍财的 都是舍财保命的 当然了 这个案件他当时讲有意思 现在讲就没意思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都缺钱 北京警方也缺钱 发现你名下这么多资产 发现你又有罪 这个人就不放了 他不能告你 他就给你找个地关着 关个三五年都可以 让你自己去反省交代问题 隔离审查 公爱他就是再牛逼 他也经过不了三个月半年这种 我讲过如何的折磨 最后他会自愿把这些钱都捐送给他 捐给谁咱就不知道了 好吧 捐给谁了就不知道了 所以像有些这种事你们大家也可以问一问 我会紧我自己知道的内情给大家去讲讲 但是像天津这种无人机的事 你说我讲他干嘛 有没有人知道天津是军港啊 有没有人知道天津的位数防卫的级别很高啊 有没有人知道无人机根本飞不到 不可能飞到天津的机场里面 这个前提你先知道 好吧 前提你先知道 所以这无人机这个事纯扯淡的 先告诉大家肯定不是无人机 也不可能是风筝啊 这纯扯淡的 至于这个东西是什么 肯定是中共干不了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讲 是美国的三小时飞变全球的 那个叫什么三角翼的 那个那个飞行器叫什么名字 我记不得了 啊 等等啊 但是这个东西肯定是中共一时半会儿 没办法的一个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讲完了又没有什么意义啊 那军事武器装备的落后又不是这一点啊 中国的武器装备落后 大家都看得见呀 啊 T23B 对 T23B 啊 但是你说T23B 人家在在天津 到天津去干嘛去了呀 这东西应该放在北京啊 放北京中国也没办法呀 好吧 任世强无期怎么出的来呢 你想啥呢 啊 任世强是不是出的 任世强无期怎么出来啊 任世强无期出不来 好吧 国内退休父母怎么选 体制内有保障 没关系啊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所有担心体制内有保障退休的父母 记住了啊 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您到海外来居住 能不能拿到退休金啊 拿得到啊 不妨碍你拿退休金啊 谁告诉你到海外来 生活就拿不到退休金的呀 听得明白了吗 就是你退休金是你该有的钱 懂了吧 所以你的爸妈在国内生活 或者到海外生活 该拿的退休金 仍旧能拿得到 你上面写的是 父母都已经退休 那OK了 出来就完了 那因为不止是免一个两个朋友 父母 在国内退休 但是在海外仍旧继续领取着退休金啊 啊 我就这么一个频道 有人在很多领域频道里面 除了油管啊 有人在什么Facebook呀 在什么这个这个呃 其他的一些频道里面 就不是在油管频道里冒充我去骗钱啊 你们知道我就这么一个频道 我也不可能跟大家去要钱 知道就行了啊 这个问题不用再问我了啊 谢谢大家啊 今天又花时间听我 瞎嗶嗶 国内的朋友好好睡觉 祝你海外的朋友 心想事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